提到台湾的木雕 很多人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苗栗三亿 的确在这儿有将近五成的民众 都是仰赖木雕为生 常常就可以看到那儿的住家周围 堆叠了许多的木材 等待木雕师傅的巧手 把一根一根的木头 刻画成拥有美感跟实用价值的 木雕艺术品 而三亿跟鹿岗的木雕 有着什么样的不同点呢 来看我们接下来的介绍 苗栗三亿发展木雕的历史过程 和鹿岗有着完全不同的脉络 三亿木雕的发展 从原物料采集容易 交通发达 方便运送 再加上三亿当地居民 无心插柳柳成印的关系 拿了榨油后的无用张树树根 加以装饰 寻找到了无线商机 也开启了三亿木雕盛况的契机 在三亿地区有一个是现在我们的高峰照相馆的老板 他的爸爸是一个日本人 发现这些生活器皿东西是可以做来做一些的装饰跟使用以外 他还可以做销售 他当时也发现说如果这些东西因为很便宜嘛 他说是不是可以他就是用一些的当时有一些简单的像原子仁啊或者一些东西请三亿的木雕事务科 可以销售出去 我们当时称这个叫跑丹帮把这些作品就开始叫销美路线销到美国去 就是以代工艺术品出发方式做木雕 三亿是台湾著名的木雕城 代工生产各类的木雕艺品成为了三亿的最大特色 这种代工方式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机器的使用大量使用机器 大量使用机器以后 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了制造很多很多的工艺品出器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像金银代工啊电池代工啊特色代工 三亿是早期最早用艺术品代工销到全世界去 当这些艺术品销到全世界的时候 造就了三亿每家每户都从事钓科 这就是我们三亿里面最大特色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从根雕 第二个就是艺术代工 就是大量使用机器还造出了 他们会将这些机器改良成家庭式机器 甚至用炼技开始发展 这个是我们三亿的发展里面的木雕最大特色 三亿乡有近五成的民众是以木雕为业 常可见到住家周围堆叠了许多木材 等待木雕师傅的巧手将一根根的木头 刻画成拥有美感与实用价值的木雕艺术品 它的最高境界是其实我们要做作品 作品要达到真善美 因为作品如果没有达到真善美的话 一件作品它就没有任何的感情 其实在真善美里面当然是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木雕里面除了一般美以外 它还要融入什么 融入真 真就是科学 现实跟科学就是写实的技巧 然后第二个就是善 所谓善就是它这个作品出来以后 能够醒发人类 美当然是在这个所有的木雕里面 当然要求它决定要美 美当然是最主要是感觉跟感情 因为一件作品的完成 都是作者它自己一生 它自己所写的 它自己所想的 它所见的 所听到的 把它融入在它整个的香发里面 然后再借它的技术把它完成呈现出来 所以当然是它作品 它是作者它自己的生活的体验 跟生命的体验 670年代 是台湾木雕外销日本的即盛时期 在三亿通宵 几乎有过半数的人 家里是从事着木雕行业 由于中国雕刻名师 来台传授雕刻记忆 同时也开启了苗栗木雕 最兴盛的时刻 三亿的木雕发展 在民国从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发展得相当好 都是销全世界 销欧美销日本这些 但是其中在民国七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经济已经起飞了 销售情绪相当好 尤其是三亿的主着 是以电动工具为主 跟就是工具的使用 所以它就很多的木雕事务 就特别去大陆 就把这种的技术 传到大陆去 大陆去的时候 因为它公司很便宜 而且当时的台湾的经济起飞以后 它的销售心情蛮大的 当年木雕代工王国的称号 随着时间逐渐没落 但是台湾木雕产业 也因为这样的契机 而走向了转型之路 不走代工的路 反而改走木雕艺术创作的路 也藉由业界的师傅们 传承给学院派的土地们 信火相传地 将台湾木雕工艺 传承给下一代 这一个部分 你上面还没叼完 你这个底下不能清光 清光你现在的立体度 你做不出来 你的那个动作 上面一定要先完成了以后 才能做底下这一个 去掉原料的那一个部分 你现在这些都 这些都太薄了 你上面都还没完成 都完美 我要上面这一个部分 要完成确定以后 你再有话多做这些动作 这些动作做的 定义是死的 都是死掉的 三亿木雕博物馆 更记录着三亿木雕历史的起伏 从代工起家 三亿现在不仅是 台湾木雕工艺的代名词 更是传承台湾木雕工艺的重症 也让我们期待 这一项在台湾深根发展的工艺 不会随着时间而没落 三亿木雕博物馆 记录着三亿木雕历史的起伏 从代工起家的三亿 现在不仅只是台湾木雕工艺的代名词 它更是传承台湾木雕工艺的重症 台湾的木雕产业 随着对岸木雕工艺的崛起 渐渐势为了 但是台湾木雕艺术留下的无形资产 却是无可取代的 像是贡献一生 钻研木雕工艺的大师们 就是串起木雕产业 跟台湾的最大连结 我是汪永和 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 我们的《沉香城香》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